好 这就带我们来讨论的就是呢 在一人Makio的部分啊 这几天新闻闹得沸沸扬扬了 就是呢 他的日记有人打伤机车司机啊 虽然他有出面道歉 但是呢 其实他的言辞 网友说有点反反复复啊 也引起大家的不满啊 而甚至有发起了要他退出演艺圈 究竟他该不该退出演艺圈呢 您的意见是如何 这我们开放了语音投票 目前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这个投票的部分啊 而这个现在呢赞成支持啊 觉得他应该要退出演艺圈的 有13351票 而不应该的呢 觉得不应该要退出演艺圈的民众 有1133位啊 好 就稍后都请您来这个 针对这个部分来表达您的意见 而这个讨论这个事件呢 这个阶段我们请来的来宾呢 这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 我们的陈玲玲玲玲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到就是呢 这个Makio到底呢 我们刚刚讲到 是不是他一开始出来开记者会 跟后来他像这个 这个司机还有司机家属呢 道歉的整个这个嘴脸 还有说法呢 网友说是 这个前后差异非常的大 到底呢 这个状况是如何 我们先来看这个报道 在妈妈的陪同下 Makio在事发第三天到医院 探视被打伤的司机 只是比较前一天开记者会 前后装扮 案发后的澄清记者会 一早十点钟 总是晚起床的Makio 夹睫毛 性感斜肩上衣 完整的妆容 Makio似乎是有备而来 但一到医院探视时 却是一脸的憔悴 背上运动外套 大素颜前后真的差很多 不只装扮有差 就连态度也是大不同 说法更是处处矛盾 我是坐在司机先生的后面 正后方 然后装扮长就坐在我旁边 然后我的另外一个明星朋友 坐在最前边 然后呢 其实是下车 那前面还有一位朋友 那他要付钱的时候 就是我刚好就是往前 然后呢就是有 因为那个时候就 就是已经就是 有被挥到 然后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 就有点吓到 他们并没有付车支 所以根本就没有 那个早前的 那个动作 怎么可能会行凶 去碰到你的胸部呢 我们上了车 然后就吸安全带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 就可能就是讲话有一点是 比较没有那么的友善 就是就互相对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接手了 态度180度大转变 从原本的理直气壮 到神累居下 马凯雅姿态放低 有没有被习凶也说法反复 但绝口不提戒酒 马凯雅前后态度差很大 想用柔弱的眼泪 气度宛为自己 糜烂败坏的演艺形象 周年新闻正中 陈世宇台北 蔡芳报导 好在马凯雅这边的说法 还有这个在 这个司机啊 这个太太的说法 这个待会我们再讨论 我们先来讨论 最令网友觉得这生气了 很多人都说 在这个前一天呢 这个马凯雅他开记者会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场的记者 很多人预期他一出来 应该就是呢 这双眼浮肘啊 一般的这个非常无神的 甚至没有化妆 但是呢我们来看到 在前一天开记者会的时候啊 他是这个 穿了一个鞋尖的这个衣服啊 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美艳 有跟他之前形象一样 甚至呢他这个眼睛还带这个 呃呃瞳瞳变色片啊 甚至还有这个呃 连这个眼睫毛都还是用贴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请教玲玲好 那天呢呃大家都说他道歉没诚意 到底呢是他没诚意 还说他其实在这个危机处乙的部分 没有做得好 呃我觉得他的道歉 基本上是有这个想法 但是诚意呢 这个程度 应该可以值得商榷 为什么 因为呃他的经纪公司很显然 是对这个事情 就说OK既然见了报了 那马凯雅你就出来开个记者会好了 那也没那么严重嘛 就讲讲就算了 可是他因为他太轻忽这个事情 他认为说 我就打扮得漂亮 跟大家解释一下 OK就没事 电人报纸写完就算了 他没有想到 他在记者会上所讲的言行 真正到家属那边 记者回过头去问家属的时候 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而且你真的 你们真的就是把人家打到重伤 住家户病房嘛 所以绝对跟你想象中的 完全不 因为他太轻视这件事情 才会造成说 哇怎么 哇 马凯雅也吓到 就是第一天他就是这样讲讲 没想到大家 哇一阵踏法 他才觉得说 不对劲经纪公司商量价 结果说不行 这样太严重 你必须要再用另外一种态度 所以你看第二次 他马上就180度大转 又素颜又很诚意的哭啊 什么的 跟第一次 比较有一点点小强势啊 那种态度 是完全不一样 主要是他太轻视这件事情 他以为 第一次出来讲完就没事 没有想到后来 他研发了这么严重的问题 是是 不过我们也请教一下光琴 其实之前我们来看啊 这个马凯雅他之前 也有一些争议啦 像他之前投资的夜店 甚至也说 呃他的呃 在吃饭的时间啦 呃 有小孩子在 或者是呃 在在一些不太好的一个 跳舞的舞蹈动作 但是他当时的回应也是一样啊 就是觉得说 哎 这个没有什么啊 朋友投资的啊 好像都觉得这些事情都 不是这么的严重 是不是他一贯的态度 都令人感觉有这样的一种形象的感觉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马凯雅怎么定位 他什么样的一个艺人 只有之前那个 呃 发一个新片说 哦 动作跟歌声都很像那个 谢金燕 哦 有个争议 但是他定位是通告艺人 他的这个谈话性节目 跟他妈妈上谈话性节目 我倒是常看啊 因为那个次数太多了 平常就是 没有一个专业领域的 专长的一个艺人 把平常喝的烂醉 这些烂事 或者跟他那个 胡群狗党的一些 狗壁倒灶在夜店的事情 拿到节目上去讲 所以 网友才那么轻易 可以抓出来 他说 计程车司机最好不要载到我 我可是黑名单啊 哦 以前也打过人嘛 因为找钱的这个纠纷 对不对 那还有就是说 谁理你啊 你自己没有准备好钱 所以 这些事情 他以前哦 赚钱赚的太容易了 包括他妈妈也上去赚 这些事情拿到去讲 哎呀大家好好笑 就这样过了 所以你看他算号的处理 那天我是 看那个SNG 我说奇怪 怎么会穿一个那个 露尖的 我说实在的 我当时还 告诉自己要理性 说哎这个艺人可能穿着上面比较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我听到他的这个说话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忍受 简单来讲 一个事情明明就是加害者 你不能说都是那个朋友干的 现在细节还在厘清哦 你有没有叫说 你有没有动手 你有没有踢车子或人 你有没有踹一脚等等 所以司法这个问题也不用那么草率 那你把自己明明是一个加害者 你朋友是一个加害者 你把自己弄成说 哦是对方是加害者 你变受害者了 对方有习凶 说谎 我觉得这些事情很容易就厘清了 因为有一个募集的一个同业 他一路追车 他用行车机照 照得非常仔细 包括你自己没有付钱等等 那个太太只是要把没有付钱 然后去解释说不可能 不可能有对他习凶等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还有讲了一句说 不和解的话我要告人 这些态度都给我们感觉说 马基尔为什么大家这个 反映这么激烈的原因 甚至比那个日本有人高 因为日本有人我们也不认识 只知道他一个出钱的背景 他在日本就开夜店了 怀疑是一个黑道 所以今天白狼也跳出来 想要制裁他等等 那这一场我们就是说 我们集中在马基尔这个艺人身上 包括他去那个危机处理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他好像在上个通告 还有今天什么深类巨像 我没有看到他眼泪 今天就像一个演戏 包括马妈她去上节目的时候 也浓妆艳末 头发梳得很好 今天我看媒体的一个 这个标题给马妈 说是离癌的 这个马基尔的妈妈 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 大家不能忍忍就说 你明明是家孩子 你凹不下去的时候 你把他打成什么 我们两个同各打一板 就说哎呀你重伤 那我妈妈也是离癌 这种感觉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个都是 我觉得恶行恶状之下的一个副产品 那我觉得最后 今天这个邱毅委员讲了 封杀 刚刚我们这个投票专线 有很多人说还更剩一步 要不要退出演艺圈 我觉得先封杀 退出演艺圈 他自己自发 看有没有自律自省 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电视台 不管哪一台 他充斥太多这种艺人造势之后 不管是撞死人啊 还有一再的酒后造势 甚至吸毒的都上去哭得稀里哗啦的 甚至被做成一个演艺性质的一个表演 之后好像就说 跟大家道歉就原谅了就没事了 所以今天这个记者才写说 好像艺人有个SOP流程 哭一哭 然后说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风头过了就没事了 受害者家属还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觉得引起同仇敌戴 是有原因的 马基尔真的有内心有自省吗 还有艺人的这些同业们 包括姐妹桃们 哥们 每次第一时间 这个小孩子为什么被痛骂 上网去声援他 每次一发生什么事情 黑人发生事情 其他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上去声援啦 不问是非 我觉得这个演艺圈的这种乱象 应该是借着这一次机会 再好好给他们一个教训 不过会员这件事情怎么看 我们刚刚这个 其实这个光秦讲到一个SOP 好像是不是哭一哭就完了 但是这次他连哭 可能哭得太晚了 变第二天才哭来不及了 对 行凶兄 因为这个林玲姐是 跑银剧新闻的前辈 我不是跑银剧新闻 但是这几年 演艺圈发生的一些什么 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再太多了 那些天王级的 我都不点名了 因为事情太多了 所以你们现在做这个语音投票 说叫马基雄什么 退出演艺圈什么 我当然赞成了 他要不是林志玲 那是马基雄 他退出 我都没有意见 我个人意见 要退出就退出 要封杀 要退出 要怎么样 我都没有意见 是不是有一致的标准 刚刚光秦年举例到有一些艺人 之前酒后驾车 然后造成家庭永远都没办法 那他有封杀吗 有退出演艺圈也没有 那一致的标准我都赞成了 在这种节骨眼 因为网友啊 辛勇兄你很了解 网友现在已经 没有办法用一般的道理去认为 他说你现在名气可用嘛 全部矛头对着马基雄 那谁愿意去 这个节骨眼去帮马基雄讲话 那不要 那我们就重重 好那大概 重你也可以讲重量的重 也可以讲大重的重 反正就随便嘛 你要怎么处理 我都没有意见 但是我请问大家 这一位啊 这一位我是觉得比较严重 这事情就没什么 那就是开个黄枪而已 没什么 可是他是部长啊 他是考选部的部长啊 你说他这个可能 他在考选部里面 得罪里面的人啊 所以过年前的尾牙 到过年后才被人家 拿出来踢爆啊 或什么 那个考选部里面 什么斗争 我也都没什么意见啊 那你今天如果说 马基雄他酒 喝酒嘛 这个部长也是喝酒啊 那他的处理是什么 昨天我看友台啊 很多人帮他声援 他五星级啦 他拼比第一名啊 什么 然后呢 我们对部长要求有什么 你去说 他危机处理不好 危机处理不好 他是经济公司 他不是公关公司 经济公司会什么 炒绯闻啊 弄宣传啊 经济公司还能干嘛呢 安排些什么通告 那你说 真的出事情要危机处理了 经济公司我不是 我不是专业的 你要怎么处理 处理到不后 第一天那个真的 如荣康林玲姐讲 第一天那是失败的 你衣服也不对 妆也不对 讲话也不对 通通不对 律师在那边也帮不了什么忙 那就毁了 注定你还要再被追打一天嘛 可是你今天 回来看说 我们社会 我们的乡民 这些网友 有没有一样的标准 说这样的人 他昨天 他昨天讲说 欸你们有人叫我下台 他觉得很奇怪 那如果 Makkeo说 那部长都喝醉 都太 欸 赖峰伟讲什么 他说 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是觉得说 赖峰伟一定要下台 因为我觉得无所谓 近年做 平衡官的官長 后面那另外机会书 如果赖峰伟可以再有一次机会 那为什么Makkeo不行啊 那我们的标准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网路公审 大家的这种情绪 那就没有标准 那六法权书没写的 你推出演艺圈 你推出迷离界 你干嘛干嘛 医药如果在台湾这种 变成是一种 这种固定的现象的话 那是很危险的 这用大家怎么看这件事 Makkeo这个事情 其实现在法律 已经在处理了 那但是 我们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 旧法论法 当然你们认为说 Makkeo就是演艺圈 你说他 叫他 都会处理事情 然后程度有多高 他刚开始 我觉得他认为 好像无所谓 伤害嘛 住院把他赔些钱 然后把他医疗好了 他觉得就好像就没事了 重点人也不是他打的嘛 对 不是 他一定也有去 问律师嘛 律师一定有给他讲说 你打人家 你说他也有打你 反正大家都有过世 在那边扯来扯去 所以才会有讲说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律师 应该是律师的这个 教他一个说实 我觉得 他也有一定也有 跟律师请教了 我不想他其他哪个律师 如果是勇然的话 李勇然我就很熟了 李勇然大概不会干这种事 是啊 是啊 可能下面的小律师 对啊 不过已经 我们不提这个 真的是李勇然 是啊 是啊 我们不提 因为律师都会帮当事人 请他行责 减轻他设法 减轻他的行责 那这个事情 我有一点 我今天要来之前 我看到中天新闻的新闻台 我们现在是评论台 那个新闻台 那个秋衣那个贾克开讲里面 他有提到说 我是很会打官司的 我是很会打官司 他这个 是重伤害 日本人打 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要负了我们的国格 那我 就是说 意思打官司 他也要帮他处理 我这个 虽然有人告诉我说 不要修理秋衣 但是我不是要修理他 我觉得 中天的新闻公正性 要获得民众的认可 第一个 他不是重伤害 是 重伤害法律有规定 他是 伤害罪 普通伤害 肋骨就算有两根 真的是 第二 除非 他如果是脑电荡 昏迷不行 因而致死或致重伤 才有重伤罪的问题 那是 伤害致死或致重伤 那伤害罪 告诉乃论 你是可以撤的 这种情况 但是你也不要说 挑起说 好像我们的维持国格 就要修理日本人 他说是 日本人 我们的检调单位警察 很糟糕 他意思好像就是说 他没有这么讲 他说五万交保 伤害罪部五万交保 限制出境 不给他出去 限制出境 就是要他和解 赶快来和解 那你难道怎么样 难道要受压吗 他够得受压要件 这个我们讲到这个邱毅 可能就比较扯远 不是 不是 这没有扯远 我们还是先回来讲 我跟中天音乐也很深 我是认为中天 不应该 不倒 一般的观众 这种好像 做事 好像说是 不会啦 中天会应该有 一红大哥在会更公胜 我们在日本 我们对日本 日本人如果说 请起来支持这个日本人 他当然要请着日本人 说不定这个消息到日本 日本人来骂死这个日本人 是是 看情况嘛 不能把他都变上缸嘛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整理一个手板 其实除了刚刚讲到 这个Makio他的态度 还有装扮的问题 他是不是呢 在这个讲话的部分 也是有一点点的前后反复 我们来看到呢 到底呢 有没有戏安全带 这Makio讲说 有啊 我一上车就有戏 但是呢 这位在司机家属这边讲 他说他们一行人 根本不愿意配合 而且呢 在这个司机态度 是不是不好的问题上面 Makio讲说 其实呢 这个因为他们喝酒 讲话比较大声 但是司机态度很差 但是呢 这个司机家属这边讲说 这个 他们是聚在 这个停路边 一名女子 还发血无疯 还下车踹门 要打电话 报警的时候 就马上司机被拖出车外 殴伤了 还有呢 是不是呢 付车前司机有没有挥胸的部分 好 这个呢 这是Makio他第一天开记者会 他说 胸部有被司机挥到了 好 但是呢 在司机家属的部分 他说 根本没有付车资啊 没有找钱动作 怎么可能袭胸 根本睁眼说瞎话 好 这部分其实后面呢 呃 这个后来这一天呢 其实Makio他有说 这个在 是不是有接触到胸部这部分 似乎也有一些 这个讨论一些疑虑啊 一些疑意啊 好 这个是不是手机 钱包掉车上啊 这个部分 Makio是说啊 他的手机跟包包掉在车上 没有办法报警啊 但是呢 这个司机家属说 我根本没有见到任何的手机包包 所以呢 是我们来看到 其实呢 Makio在这个前后 这个讲法 似乎讲法差得非常的多啊 其实 刚刚那个提到 李永荣 本来不想讲他的名字 他已经 上午已经解除委任了 他已经不再当做Makio的这个委任律师 我还讲说 其实啊 我觉得Makio在第一天发生事情 第二天那个处理方式 是让他到现在 还这么受争议的一个最大的因素之一 因为他出来讲了这些话 基本上对公众讲 对他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好像帮这个加害者在解释说 他因为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 然后刚刚各位提到说 他像他这个穿着打扮 活像开一个这个什么EP的记者会那种感觉 所以基本上给他整体image是不好的 所以他第一天的处理非常非常失败 导致于第二天 虽然他试图挽救 在现场胜利巨下 刚刚这个光潔提到说好像没看到眼流 不管 但是这样的表现 其实是补救第一天真是补不回来 我特别要讲说 其实 这个跟所谓的这个什么人 什么人 哪一国人 是没有关系的 他就是一个 一个记者 一个所谓的计刃司机 被人家暴力相向 不管他是哪一国人 那我们就从这个简单的东西去着手就行了 那如果说他们两个要和解 那是他们的问题 那如果不和解 我们要请这个 这个检方来查事实的真相 对 就这么简单 那我不要无限 至于说 要不要推出演艺圈 我举个例子 推不出 我想零零逼我收 要不要推出演艺圈 不是我们决定 是演艺圈决定的 没有通告 没有收视率 他自然就被淘汰 我举个例子 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投手 叫野茂英雄 本来是 本来是大联盟的 对 大联盟的一号投手 到最后 投到小联盟最后消失 所以我说 当然我不说 马基尔下场会这样 我说我们不需要去 民粹到时候 一定要逼他 退出演艺圈 或是怎么样 只是说我们要用理性 去看到这个事情 然后看看后续的 法律层面要怎么处理 这是我的感觉 对 不过这个马基尔 其实在过去 除了这个言论 还有他讲到 上节目讲很多 他喝酒的一些 这个言论 也是让大家 就维持诟病 特别说他喝完酒之后 可能还会打人 甚至呢 过去的计人车 他说自己 就是一个计人车司机的 黑名单 到底他过去的一些言论 还有他今天一些做法 中间一些关联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